那天遊客的指標路段水底寮 一早又出現車潮 除了台一線還有台十七線 車流都回堵約半公里 而附近民眾說 這是疫情之前才會出現的景象 這週的車流量真的有比前幾週 還多蠻多的 剛剛過來的時候 之前台十七線還蠻難得說會塞車 像那個像連續假期的感覺 車很多 28號週六到墾丁的人車會這麼多 除了大家把握開學前 最後一個週末出遊 還遇到加東站被跑道 為了漢官遠襲 封閉南北雙向內側車道 進行養護工程 也讓原本70公里的時速 降到只剩三四十 還好有不少人已經提前一點抵達 早早在海邊細水 雖然這個星期已經開放水上活動 但上岸後人得戴上口罩 不過大家似乎高興過頭 不時有人違規 還邊吃東西邊喝飲料 另外 好 麻煩順著紅龍登船 謝謝 前往小溜球的東流線碼頭 一早也是擠滿人潮 有打扮時髦的年輕人 也有全家出動的家庭課 小孩子也要 孫子也要開學了 開學 給他們高興一下 三級了 然後就延後 我們就想說那時候沒有多想 先想了一個八月底 然後就等一等到剛好開放前水 那比在疫情期間的遊客來講 今天增加了兩倍以上 疫情期間的週末 原本單一碼頭 一天約有簽名乘客 但現在光一個上午 就超過這個數字 雖然遊客數 人不到疫情前的五成 但熱鬧的景象 總算讓他們有機會 感受到一點暑假的氣息 TVBS新聞 按照潛核心 SNG小組 屏東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